你生活当中也是这个 很幽默的样子吗 非常幽默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今天这一身打扮 非常地不宣宾夺主 是我吗 你说 就是既是褒奖了你 又是解嘲了自己 你褒奖我的点在于哪儿呢 有全局观念 我的这身衣服 有全局观念吗 就是因为自己的低调 然后把舞台让给了求职者 和各位老师们 说得很好 我爱听 你解嘲了自己 为什么形容自己 要用解嘲呢 做人要谦虚 虚怀若骨 而你刚才这几句说的 让我听着 稍微有点云里雾里的 潮汐你懂它是吧 你说一下 他刚才夸我这个衣服 又解嘲它自己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他呀 我跟你这样说 就是两句话 一个叫做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第二个呢 叫做没话找话说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 就那么的接地气呢 我就特佩服你这点 我这人就用的接地气 通俗易懂 那不问你了 我问我们的张岳吧 你为什么大学 本科专业学的是法学呢 高中的时候 读了很多社会学的著作 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梦德斯丘的论法的精神 当时就很向往能够成为一名 匡扶正义的律师 那你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 学的是这个跨文化人类学呢 大学选择了到省外去就读 当时离开了家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所以更想到国外 观察其他的社会形态 你有男朋友吗 都市丽人的感情状况 是个谜 就不让我问 行那我不问了